有限于近期之内全台的超商暴力事件评算 因此花莲景分局特别规划了巡逻补给站 让线上巡逻远景在巡迁超商的时候 可以在超商饮食区来执行守望 并且饮水用餐来补充体力 希望可以借此提升见景率 也让店员和消费民众可以安心 顾利是大人坐在超商窗边 大口咬下热腾腾刚买的茶叶蛋 这种在过去几乎看不到的画面 未来在花莲市将会形成一种常态 有限于近期内全台的超商暴力事件评传 因此花莲景分局特别规划巡逻补给站 让线上巡逻远近在巡迁超商时 也能在饮食区执行守望 并且饮水用餐补充体力 前日如果大外人买东西的话 都会找民众职 就是说警察不能跟上班搜索商 就是观感问题 假许有时候你买 你有时候买真的就是要 就是比较偷偷摸摸的 然后看你可能在 有没有人在录影 避免人多的时候 超商巡迁 那我们可以利用同仁在里面 在补充体力饮水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兼具一个守望的一个效果 特别在夜间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警车 透过警示灯的一个闪烁 那警察同仁制服同仁在现场 可能停留个十分钟 十五分钟喝杯咖啡 或吃个茶叶 但补充体力 其实这个守望的效果 会比同仁单纯 站在路边的效果 我相信还会更好 而且呢 同仁对于整个情务的用心度 我相信 透过这个人性化的管理 士气会更加提升 为了嚇住暴力事件发生 华联警分局在辖内 各大超商大大提升见警率 让寒冷的深夜时段 巡逻远警 不仅能在超商稍作休息 更能让民众随时 可以在生活息息相关的超商 与见警察 不仅让店员放心 也让采买民众 可以感觉到更加安心 记者 徐丽晴 华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